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对他的辨别认知的概念 欧洲 其实欧洲的故事呢 它有着传统的故事 对吧 西方的历史是从欧洲来的 但是呢 在北美有着一个全新的阶段 美国的出现 美国国家的出现 跟巴黎公社的出现 跟巴黎公社 法国大革命是同时间出现的 1775年 美国建国 1772年 文艺复兴结束 1779年 巴黎大革命 他不开玩笑 他就这么来的 所以文艺复兴的结束代表着欧洲的 欧洲的怎么说呢 进入了混乱 其实也不叫进入了混乱 欧洲就转入了开始 共产党的魔鬼在欧洲出现了 你让这个马克思的话就说 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出现了 可是在美国完全以信仰 完全以信仰的单纯的国家诞生了 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是这么来的 走了245年 到了现在 中间经历了奥巴马的8年 一个以完全基督教为基础的纯信仰的国度 受到了外来的伤害 受到了外来的伤害 奥巴马当年就曾经提出过 剃除掉 说这个基督教是他的国教 就必须尊重基督教的一切 要把这剃除掉 在美国的政坛 在美国的这个 众议院跟参议院的议员里面 掺杂了不同的宗教 包括有些宗教背后是杀人的 那在这种善恶的分别的过程中 那就看谁能遏制住自己的欲望 说实话 与神同行就是遏制住你自己的欲望 对吧 战胜欲望的人 战胜自己欲望的人 那是个伟人 谁都懂 那是一个成功者 那你今天在大的环境中 就让你这么做了 你能不能战胜了 那作为欲望的代表 拜登的儿子 这件事情出来 到现在 拜登的儿子没有否认 这个电脑 是他的 他没否认 他就肯定了 你要知道 他是耶鲁大学的法学院的学生 他是拿着营业执照的职业律师 他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办 他吸完读都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否认这个电脑 你想过为什么吗 道理很简单 从他小时候光不流条 到他今天成人烂高 女人的时候也光不流条 全在里头呢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完全可以雇佣律师船 在民主党当中 遍布律师 克林顿夫妇 奥巴马夫妇 那他们在有名 美国有名的律师 在民主党中 今天民主党中 排着队几百个 没有一个人敢替他出头的 这涉及到民主党的利益 涉及到民主党全军覆没 为什么不出头 他们都知道那是真的 他可以说 那个东西是诽谤的 对 他可以说 那个东西是诽谤的 那个东西是共和党编的故事 是故意栽赃到这个电脑里的 他们这个电脑的硬盘 根本就原来不存在 是他们栽赃的 他为什么不这么说 他为什么不这么说 他有庞大的律师团 在距离投票 只有十几天的时候 他的他的法律顾问 奥巴马自己那个拿着 只要他还考着这个律师执照的话 他每年交点费的话 那东西都管用的 克林顿付那东西管用的 他们一块 两位总统组成律师团 替他的民主党出头 为什么不 对不对 他知道完蛋了 这叫天灭中共 因为 你们这东西是说不清楚的 如果他律师团出手的话 他扛过这十几天 骗过去再说 撤诉再完了 对不对 我不声明了 因为 从他的法律团队的出现 到真正告到 这个局子 告到法庭去 那么那个路长了 十几天玩不完呢 这是二楼 他同样可以说 那个东西是PS 做的 那做的有点费劲 对不对 做两万五千多张照片 从从这个从这个 他小叔 光不留条 到到四十多岁 光不留条 不太好做 这个 这有历史发展的过程 这块肉 他吃东西 他长了 还不好做 对 这就是证明 我想说的意思 这个东西是真的 这叫天意 这叫天意 那在这种天意 真情的背景之下 在整个美国社会 就分出了 右派左派 左派越来越偏左 他们选择的路 就是背离神的路 他们面对这样的 自己的丑闻 他曾经支持的一切的 这种反应 他们却以沉默的方式 以阻截的方式出现 沉默 阻截 甚至乱来胡编 这都是共产党做法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海内外华人自由派 倒戈 拥护川普 他们为何改变立场 这篇文章 他起了很长 但他讲述的概念 就是说 川普从来没改变过 改变的是这些中国人 那这些自由派的人 通常是讲 有着一定生意背景 有着一定社会地位 卖房子的 倒股票的 做律师的 都是这个 中产阶级 这意思就是说 他们有思想 他们有文化 他们有收入 他们有地位 当初去拒绝川普 今天接受川普 另外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共产党 川普是真恨共产党 别的都是假的 是共产党 其实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环境 你可以看到 这个环境的改变 那这是纽约邮报 因为他拿到这份硬盘 所以东西都在他里面 他讲述了一篇文章 这是周末的说 里面记述了一些 这个拜登的儿子 跟拜登之间的 一些电邮的往来 和手机简讯的往来 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 亨特拜登在戒毒所 在戒毒所 他酗酒吸毒 他非常痛苦 他想改变 就跟当初的老虎武兹是一样 老虎武兹吸毒 打他媳妇 他媳妇跟他离婚了 带着孩子走了 这个故事基本类似了 然后老虎武兹进了戒毒所了 他吸毒的时间太长 这个人什么都有 但他因为没有灵魂 他什么都有 而没有灵魂 所以他在戒毒所非常的痛苦 他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父母 对他的这个兄长 兄妹之间 一份情感的披露 他很惨的 他自己的亲生母亲 跟他的姐姐 应该是他的姐姐 在四十年前出车祸死了 那他在三年前 丢掉了他的哥哥脑癌 州叫什么 特爱华州的总检察长 所以这个州是人家拜登家族 但是他阻挡不了他哥哥死 他安慰他的嫂子 然后就乱伦了 他故事都是这故事 那在电脑里头 跟他嫂子的乱伦 跟他找妓女 以及他的太太 对他的愤恨 然后这个嫂子乱伦之后 后来又跟他的不理 不搭理大家之间的这种冲突 和他痛苦的灵魂 就这么写的 痛苦的灵魂 挣扎着一切 这个老头 这个老头 对吧 中年丧女丧妻 老年丧子 他造了多的业 就剩这一个儿子了 就这么个故事 里面拿出了两篇文章 在描述着 在描述着这个亨特的 糜烂腐败 毫无灵魂的 一块蛆虫式的烂肉 但他是美国副总统的儿子 这就是 但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文媒体很少报 几乎我没有看到 所以媒体承担的责任 是让所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美国的大选 要回归到他245年前的 那种应该有的单纯的样子 那在推特 Facebook ABC 美国主流媒体 全都封杀相关报道的时候 福克斯新闻网的记者就说 这是美国建国以来 245年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叫至暗时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